影片開始前感謝昨天贊助的各位,感謝王一謝 我可以信賞到你嗎? 如果是滿18歲的家裡有房有車的女生可以 男生的話不排除提告 你好我今天一歲我在未求我從小就讓我看你的影片 替你再放屁 一歲才剛要學講話吧 怎麼可能看得懂影片 好來,相信我們昨天感謝留言,今天影片正式開始 哈囉大家好我是尹 今天要來玩這款遊戲叫做《禁止過分投入》 看起來是一款互動式的戀愛遊戲 我發誓,我絕對不是看到這個正妹我才點進來的 昨晚甜蜜的接吻記憶 丟失了手機三個嫌疑人 成為主人公的助手 代替他選擇收集提示 完成小遊戲吧 正式推理型浪漫喜劇互動電影 洗吧,怎麼是韓文 直接開始啦 蠻可愛的喔 好尷尬的開場喔 現在是一群男的 想要把女生灌醉,然後帶回 呃,不要亂講話,對不起 還偷吃人家薯條耶,超壞 這女的超壞 竟然偷吃人家薯條 喝醉了是不是 這邊有一個點點是要幹嘛 他叫我點那個點點 我可以點這個點點嗎 點一下 瘋狂點擊 不要鬧 我把你拿到的 把它摺下去 拿錯手機了 亂透人家手機 現在是要被剪屍的環節嗎 要被剪屍了是不是 別開那玩笑啊想幹嘛啊變態是不是 射鬼 那樣的那樣子 那樣的那樣子 誒誒助手 OK我不玩了這遊戲不適合我 原本以為是戀愛遊戲沒有是失戀模擬器太可惡了 怕什麼 什麼呀 什麼呀 我冒生了 我真的生了 已經生了 我不是想要你 我还要23岁 你还要是吗 不是 不是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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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一个寻找孩子爸爸的游戏吗 在房间寻找丢失的手机 有一个小游戏也不错 寻找手机应该在内裤里面吧 拖的十分的凌乱 简单又漂亮休闲 黑色皮包 我要怎么打开它的包包啊 手机勒 打火机 这女生会抽烟扣分 不是啊我现在找手机啊手机在哪里 我点的都没反应啊 前男友扔给我垃圾太大了 了解言语的特征 特征喔特征应该是口红吧 可是我刚点啊对啊 所以是每个东西都要点一下嘛 确认一下 好 找到了手机耶 是谁的手机莫非是接吻男的手机 不是你找到了吗 跳过 好 這又點酒杯 被嚇藥了啦 一看這個酒的濃度就怪怪的 你看這顏色肯定有被嚇過一跳 有沒有他喝出來了有怪味 有媚藥的味道 別亂講話 看只是討論個報告然後討論在床上 好,來吧 我們在床上的名人 高耶潤先生 抓到了,花心雜男就是他 兇手就是他 你還等著我 快點 我去找他了,快點 你去找他了,我去找他 你去找他,什麼東西 你去找他,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我去找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소꿉친구인 우브라 유설 그리고 야 잔 박오가 뭐냐 상스럽게 네 뭐 입술을 박아야지 呀 呀 呀 한 잔 더 한 잔 더 한 잔 더 啊 by daqui 한 잔 더 주세요 야 나 이현우까지 기억이 남은건 컵을 깨뜨리고 누군가에게 실수를 했고 키스를 한것까지 뿐이다 네 我的手機和手機都變成了 哇 爆發了 現在怎麼去學校? 我的手機呢? 那個人還在那裡嗎? 秘密電話給我嗎? 啊 照片照 那是絕對不行 我怎麼會這樣 裡面有私密照是不是 誰是誰 我應該找到那個人 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 汪安靜 他才能選這個 首先我見到 他只能選這個 他只能選這個 他也要選這個 那些人 他只能選這個 我先準備消去 在這的時候 我沒想到 我還要幫他化妝喔 那我可以把他眉毛全部剃光嗎 這是什麼 選擇卸妝油 先塗眼睛 再戳鼻孔 欸他不給我戳鼻孔 好爛 請洗臉 把洗面奶塗在臉部 喔白白的是吧我知道了 看女生怎麼這麼麻煩啊 均勻塗扇 好幫他塗開 沒有問題 趕緊地壓 扭一倍 滿足的 他的感染 所以我要回到 脫皮 試試看 倒是給我好好的圖阿 哪一種化妝風格喔? 但是這種看起來髒髒的阿 粉撲 沾一下嘛,然後撲在臉上 把它塗到黑黑的 OK 沾取眼影 怎麼沾? 我們沾那個最黑的 不能沾 它這裡不夠自由阿 我想沾那個很黑的 很殺人犯風格是不是 超級醜的問號 塗黑一點,對把它塗黑一點 所以它等一下真人真的會依照我化的妝然後去呈現嗎? 如果會的話我就覺得還蠻有趣的喔 如果不是的話就完蛋了,我一定退廢 這遊戲免費的,不好意思 口紅 超醜 我們選擇邋遢風格 就是這樣 非常邋遢 非常邋遢 外出服喔 這什麼東西阿 幹,破爛 流浪和模擬器是不是 我們是打扮時尚的邋遢風格 陷阱妹好不好 陷阱妹 陷阱蒼蠅妹 陷阱蒼蠅妹 太糟糕了 我就是要這個怎麼樣 誰要跟你從事阿 什麼東西阿 這裡不夠自由阿 它沒有罩著我的穿搭耶 什麼破遊戲 這遊戲不太OK喔 7月5號下午1點,大學附近的餐廳 這不是我姊妹嗎 她在吃什麼 看,偷吃我的漢堡 阿... 有人了 我沒有電話,所以我會死 那我就要求求了 這裡有一個套餐 請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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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幫助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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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你怎么这么多? 这三个人之间 我的亲戚相对 還是昨天騎士視頻啊 四人PLAY抓到了 跟誰聊天呢 他每一個都不給我選是怎樣 什麼東西 其實我覺得老實說 他中間可以穿插一些小遊戲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為什麼他沒有按照我搭配的妝容跟穿搭去呈現 他如果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的話 我就會覺得這遊戲真的很好玩 可是沒有 他就只是單純的一個化妝小遊戲 我覺得這不是我要的 如果他能把小遊戲然後再融合他的劇情去做一個呈現的話 我覺得就還不錯 可惜應該不太可能 他應該沒有做這麼多的選項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款戀愛遊戲就到這邊啦 到時候正式版再看看再考慮好不好 目前看起來還好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別忘了點讚訂閱我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